頒獎 鳳林晉思堂舉辦新亞獎學金頒獎典禮 共134位學子獲獎 動畫大學法律系畢業的王玉瑄 不只品學兼優 還認真傳承愛的種子 媽媽在玉瑄國小三年級時往生 與父親相依為命 國中時慈濟開始定期關懷他們 打開生命令一扇窗 很多心機上的一些支持 至少經濟壓力減少之後 我對於學業還有其他事情 我可以有更多的心力去專注在課業上 準備國考的同時 預宣到部落的健勤國小當約聘老師 一方面補貼家用 更希望鼓勵學弟妹翻轉人生 在接受過教育的許禮之後 她有這樣的機會回鄉服務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件事 她可以做一個孩子的典範 愛的陪伴是成長不可或缺的元素 一路以來她都是蠻認真的 尤其在課業方面 那我們一直也鼓勵她 往好的方向去 把整個村子的那個 學習的氣氛帶起來 當我把法律學好 其實確實也可以做到的事也很多 對於部落 在法律這一塊 也是可以幫助部落的人 見證新衙在逆境中茁壯 更要逆風前行傳承大愛 當愛新聞珍善美志工花蓮報導